追啊 现在追上去 只为火上浇油 坐坐坐 你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涛涛这次不是一般的生气 不是你两三聚敬地哄好的 我说你有女朋友 还跟其他女生乱七八糟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忠贞啊 你怎么说我你笑这事 什么叫乱七八糟 说的我都跟姨摩似的呢 我跟徐某某什么都没有 就是涛涛太吃醋了 你别写了 说句工作话 反正我知道了 她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女孩儿 你看看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涛涛要是真的生气要跟你分手 我看你跟谁哭去 我我跟你说 你俩可别急我 涛涛这么爱我 才不会跟我说分手呢 这四个玩意儿 十一 这 十一 那是谁 坐 沈多 沈学姐 那 这些书 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谢谢沈学姐 哎 跟你说正事 你的情况 你要不要告诉你家人和朋友 嘘 哇 我以前从来没有晕回去 怎么会患上晕血症呢 晕血症啊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心理疾病 它属于恐怖症的一种 但是吧 如果你一直瞒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交代呀 过一阵子大家都不忙了 我会找到事情跟他们说的 对了 我实习的医院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他这两天在国外做学术交流呢 等他过两天回来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松心情 切记啊 紧张 对你的病情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怎么样 言归正传 你说点认真的 好 我坐那儿去跟你说 好 他们俩什么情况 十一什么时候跟沈多学姐的关系 变得那么好 嗯 沈多学姐对陆十一垂涎依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陆十一也有意思 什么 你是说大土对沈学姐有意思 我可没这么说 我是说 你觉得如果他俩没意思 他们可能单独于乎 不可能 对了 你要是说大土喜欢成狼我都相信 喜欢沈多学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话可不能说这么绝啊 你不也说你没见过陆十一 跟别的女生单独在一起过吗 对吧 再说了 沈多学姐可是一学期细花啊 十一再不开销 还等着欣赏美啊 我听说上次十一上病去医院 沈多学姐可是全程细心呵护 温柔有加呀 是吗 是吗 我觉得 快乐 快乐 原来是这样啊 有机会儿 都是这样子 啊 很大 竟然是不太大人 不是怎么说过啊 的 我跟六条吵架了 怎么哄都哄不哄啊 你 你帮帮我 你惹你女朋友生气了 关我个什么事 你 你就这么帮我当兄弟的 亏我跟我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还不忘替你筹谋 你什么意思啊 亏得我之前在图书馆 帮你试探夏小剧 我说你 可能更喜欢沈多学姐一点 你说什么 我模仿你的笔记跟成狼写信 约他周五晚上六点见面 所以你那天说帮我记信 就是把我的信给掉包了 没有 我 我 我没有偷看哦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表现当时又不对了 八成吃醋了 你整天围在他身边 他绝不出你好来 你只要让他发现 你身边其实有很多女生的 他一定会着急 这叫欲擒故纵 还欲擒故纵 我懂不懂 我告诉你 黄军 我迟早一天把你这烂嘴撕掉 我看你怎么满嘴抛火车 我 就你这样 再给你几年就追不着 把嘴闭上啊 我看你又皮痒痒了 我 这长啥玩意啊 写我次了 我都说了 我不想让程朗知道芒果布丁是我 你这样 你这样以后我们见面多尴尬啊 可是你总得迈出那一步 让程朗知道你喜欢他嘛 我只是想帮你嘛 那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得赶紧把信拿回来 不 他肯定都已经收到了 小菊 你别生气 我只是想帮你嘛 你害死我了你 没有 小菊 小菊 正好 我找你有事呢 不 不 不 我有急事 你 我也有急事找你 小菊 回车里 我 人俩说话 你瞎看我啥啊 走开 我不想看见你 你不说话我走了 我有急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把我拉这儿来干吗 我真的有急事 就是 就是在图书馆的时候 沈多早有事情要聊 所以我是没跟你们做一块儿的 你不生气吧 你真的误会了 我跟熊路 就是组约队而已 我跟他就是正常社交 正常社交 对 你又是宋吉他 又是单独练歌 眉目传惊 您跟我说这是正常 您还想怎么不正常 牵手 接吻 拥抱吧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没生气 我没生气啊 我真的有急事 我得先走了 不是 你什么急事啊 那我帮帮你呗 你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行 那就不劳烦您在这儿陪我 无理取闹 请回吧 你 这事我跟你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有急事 你先忙你的啊 啊 啊 大黄 大黄 你怎么了 大黄 你怎么了 大黄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原谅我吗 啊 这怎么回事啊 涛涛 大黄 大黄 你怎么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黄 你别吓我 大黄 你别吓我 大黄 你别吓我 大黄 你怎么了 大黄 你怎么了